海蘭雞飯去煮 很懷念 最後第一次的海蘭雞飯 我是吃的快有點忘記 我怎麼吃完了 但我後面入學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第八次 我可能這次先吃飯 然後有一次 我先吃肉 甚至我先把那個 他不是說有附一個紅色跟 那個蒜跟一個黑色的醬 我就先把那個醬吃完 結果很不像開始海蘭雞飯 我想這個是想跟大家說 因為我有時候 我常常也會覺得 就是生活很無聊 好像 好像每一天起床 好 就是有一些重複的事情要做 因為昨天 可能前天都已經做過 但今天還要做 可是 有時候就像我剛剛講 把順序稍微 這個顛倒一下 你就去發現 這個事情 好像永遠都有 新的細節可以被發現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轉念的珍貴 所以 Yeah 希望透過這個海蘭雞飯的轉念 跟大家 分享 祝福大家 永遠都能夠看到 屬於你們生活的 更好的那一面 然後永遠都可以 在面臨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 轉念的時候 欸 其實也可以那樣 其實 光吃醬 那個醬 那個醬也是滿好吃的 真的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 海南雞飯不是終於 會有那個黑色那個醬嗎 那個醬就是甜甜的 我非常喜歡 可是你知道台灣的海南雞飯 每次的那個黑色醬 就很少 然後我想 為什麼 新加坡就是這樣 那麼 然後你就 可是就是 對 謝謝新加坡的那個黑醬 給我這麼多 謝謝